另外在社区方面,好莱坞文化传媒集团近日为首届好莱坞明星诞生全球海选大赛以及2017世界华人春节晚会举行新闻说明会。 主办方还邀请到洛杉矶郡郡长安东诺维奇以及法国演员白露娜为活动站台。 这次全球海选活动主要在加强华裔艺术人才国际间的文化艺术交流, 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华人演艺人才的发展,也给华人演艺事业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让华裔演艺人才能走向世界发光发热。 这次大赛就是我们会凝聚很多的城市,美国的很多的城市, 差不多有12个城市,他们都参与我们这次的选秀的活动。 在接下来,通过这个海选,我们会选出优秀的人才,参加2017年世界华人春晚。 主办方在活动上也邀请到艺术委员会的艺术顾问, 兼法国著名演员白露娜为活动站台。 她除了用流利的中文表达对华文的热爱, 也在现场演唱《月亮代表我的心》等筷智人口的中文歌曲。 活动现场,洛杉矶郡郡长安东诺维奇颁发了美国华人百老会之父的荣誉证书, 给著名华裔作家李锦阳大使。 凤凰卫视实习记者张池,洛杉矶报道。